那现在我们来讲耶稣 第一个 耶稣的希伯来文是约束亚 是同一个字 Joshua 就是希伯来文的 Joshua 约束亚 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 那耶是什么意思 耶和华 束是什么呢 束就是拯救 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 或者耶和华是拯救 如果你整体来看 我们所爱的这位主耶稣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是神而人者 他是人 他又是神 他是神而人者 他是借助圣灵成运的 那么他又是什么呢 这神而人者 又是神的爱子 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以你注意啊 我们几乎可以讲 在整个救造的人类的中间 来了一位 他是完全是在新造的原则里 他有神圣灵的生命 他又不是按着肉体生的 他是圣灵成运 玛利亚生的 所以啊 他是借助圣灵成运 这一位神而人者呢 他就是神的爱子 神的爱子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在神面前 独特的一位 你不要把他想成 爸爸生儿子 神圣的耶稣 神的爱子 就是说他就是神的显出 神的显明 神的见证 神的彰显 他就是神所爱的一位 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神是这样的宣告 是吧 他是我的爱子 所以他是 作为神而人者 是神的爱子 是背负世人罪孽的 那个意思就是啊 你要看见这个旧照 如果你看见旧照 你才能认识 耶稣的可贵 比如说啊 这个是旧照 那么这个是耶稣 这个在旧照的一切 都连于耶稣 借助耶稣的死而复活呢 就产生了心照 那么主耶稣自己 认认说啊 他就完全是活在啊 新照的原则里 因为他外面是个人 里面却是神 他有神永远的生命 有神的所思 有神的属性 有神的美德 他就是神 而这一位就是神的耶稣 却住在啊 整个的旧照的人类的中间 那如果现在我问你 这个旧照的人类 有什么呢 你就讲了 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是非 对不对 那他是 他什么 非得误听 他非要听 非得误死 他非要试 非得误言 他偏偏讲 非得误行 他做的一塌糊涂 所以啊 你要知道 中国人对罪的定义啊 下得非常好 什么叫罪呢 罪就是啊 你什么都不对 你听的也不对 看的也不对 讲的也不对 然后怎样 做的也不对 哇 你这个人啊 名字就叫做不对 所以你注意啊 当中国人来解释 罪的时候 他不是指堕落 他不是指堕落 他是指不正当 这是很特别 为什么孔夫子他们 会这样聪明的啊 把这个罪啊 或者中国造字啊 把这个罪啊 写成是非 是个不对 什么不对 如果我们讲了 他是引乱的啦 他是这个追求的啦 他是啊 这个什么 赌钱的啦 他是啊 吸毒的啦 淫乱啊 罪酒啊 赌钱啊 吸毒啊 这就太可怕了 不不不 他就是你 就是你 你有没有淫乱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还有个什么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罪酒 没有 懂不懂 你都没有 可是你还是个罪人 因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 你就活在一切的不该之中 你生在不该的里面 你成长到不该的里面 在你里面有个不该的性情 在你外面有一个不该的不该有的生活 你整个人是不健康的 当我们说到罪的时候 他是一个罪人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恐怖 不过我跟你讲 罪人可以是very very much a gentleman 懂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顺势 very very much a noble man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尊贵的人 但是尊贵的人 身世和那个罪酒的 和那个隐乱的 和那个赌博的 对不对 完全一样 都什么呢 都是罪人 中国人给罪下的定义是非常好的 什么叫罪呢 是非 有四个不能做的 你做了 有四个不能有的 你有了 有四个不该存在的 在你身上存在了 你就是个罪人 所以他这里说 什么是罪呢 我是不合理的 对 我是不该听的我听了 不该做的我做了 不该说的我说了 还有什么 不该看的我也看了 你们姊妹阿们吧 你们姊妹一逛电 都是不该看的 阿们吧 我们人是很可怕的 那我们弟兄讲了 我们没有这个事 我们根本不逛电 我们根本看不见 那些所谓的美丽的衣服 这是真的 我们男人看不懂 女孩的衣服 她挂在那你看不懂 你不知道穿在身上 是什么味道 你们女孩懂 女孩她一看就知道 穿在身上 穿在身上 就把你那个丑陋了 把你那个罪恶的本性 把你那个埃及 把你那个想胜过别人 把你叫别 希望别人多看你几眼 都曝露出来 阿们吧 我告诉弟兄 你不要小看费力无事 就这么一件衣服 你就在那一看 真美 然后怎么办呢 如果穿在我身上 如果配上一个 戴着个额毛的帽子 如果在一个什么披肩 或者围巾 那我说我走在街上 那才好嘞 这样呢 这样很多人就看我了 人家女孩打扮这么漂亮 男人看你们 然后就骂男人 你为什么看我呢 一个女孩讲 你为什么看我 她说你不看我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呀 你没注意啊 好多罪呀 从一个简单的看你出来 看不是很健康吗 什么不是给眼睛吗 就是要看嘛 所以呀 你简直做不都不能思想啊 原来罪是这样生出来的 罪是从一句话里生出来的 罪是从一个眼光里生出来的 罪是从费力无听 听是连于你的私欲嘛 你们姊妹们 现在的姊妹不一样啊 姊妹们 这个没事干嘛 没事干就在家里嘛 你有没有姊妹 姊妹从来不讲军国大事 姊妹讲来讲去 都是谁拿了一根葱啊 谁今天穿的衣服有点古怪啦 那个人怎样 他就发了脾气啦 谁又什么一句话呀 就跟那个赌 赌啊 那就是行嘛 非理无行 行那个东西叫做赌钱嘛 罪不是你想的 是一个很邪恶的 很丑陋的 罪的根 罪的根 是从堕落的己来的 因为你这个人堕落了 你有这个己 你要娱乐这个己 你要满足这个己 你要发展你的己 所以啊 罪的根 是从己来的 你才会啊 非理无言 你就会讲 因为这是己 非理无事 你就会看 因为这是己 非理无行 你会做 因为这是己 非理无听 可是你喜欢听 你们姊妹 我讲对不对 你们姊妹 是不是喜欢听 闲言闲语啊 我愿意告诉你啊 我没想到 这个旧造和新造 我们人是身在旧造里面 旧造里面是什么 做中心呢 罪做中心 我愿意告诉你啊 因为它有这四个东西 不当的 不需要的听 不需要的看 不需要的话 不需要的做 就像你整个的人啊 慢慢慢慢 就发展出一个 很古怪的东西来了 很古怪 这个古怪到什么地步呢 就好像这个人呢 可以完全没有神 而且活得很好 神造人 是要人凭神活着 神造人 是要人有神 不定有神 而且是凭神活着 那现在呢 因为啊 我们在罪的里面 所以不知不觉啊 就离开了神了 而有了其他的追求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世界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个世界里 罪的世界里 不完全是啊 叫你看不上的 或者叫你觉得受点误的 或者叫你觉得受摧残的 或者败坏你的 还有很多 是发展你的 那么该不该发展 该发展 神给你的 应该发展 对不对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啊 不小心 他就是罪 不小心 他就连于罪 不小心 就叫我们呢 和神之间呢 产生了 这个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所以主耶稣来了 他是谁呢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来背负 世人之罪的 或者背负啊 犯的不太好 犯的担当更好 承担更好 take away 那更厉害了 就除去 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神的儿子来了 耶稣来了 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现在我愿意告诉你啊 你可以在好 他是在罪里 你也可以在坏 他还是在罪里 无论是好的 是坏的 都是在是非的里面 因为他在罪的里面 所以主耶稣来了 他就把这些除去了 除去什么意思呢 叫你失去了那个欲望 不仅出去了我的罪行 也改变了我的性情 主耶稣来了 坏的取消 好的也取消 所以是非也取消 叫你什么呢 叫你成为一个 可以穿着神的健康的人 所以主耶稣是背负世人罪孽 或者什么担当世人之罪 甚至于翻作除去世人之罪的 对不对 那主耶稣来了 那现在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 我们讲耶稣讲太多了 我们说 哦 主耶稣啊 你祝福我 哦 主耶稣你纪念我 哦 主耶稣我们爱你 那主耶稣问你一句话 我到底是谁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用这个短短的信息 来介绍他到底是谁 他是背负世人罪孽 或去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么他的工作呢 这里他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他是向着神完全忠诚的 第二个 他是为我们定制在十字架上的 第三个 他在世界上流出了血和水 第四个 他是神的使徒 也是神设立的大祭祀 我们很简单啊 把四个重要的东西摆出来 他在地上有一个工作 也做了一个工作 他这个工作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他的所思 他的所思就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连于他的所思 他是根据他的所思来工作 他是在他的所思里来工作 所以他向着神是完全忠诚的 你知不知道 有耶稣的人 这个人有没有耶稣 这个人耶稣多不多 这个人耶稣丰富不丰富 其实很容易啊 大概你很快就能看见 特别从哪里看见呢 他是不是一个忠诚的人 一个向着神忠诚的 他向着任何的事物 都会是忠诚的 只要这些事物 对神有一处 我们有我们的缺点 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的缺点 我们的限制是 如果我喜欢 如果我喜欢 如果我有时间 如果是合适我的兴趣 所以我就非常忠心的 做这个事 主耶稣在地上 他说向着神 完全是忠诚的 圣经讲这个话 太美了 所以他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反击和宿罪 既是你不喜欢的 那是我说 说什么呢 神啊 我来了 为了行你的旨意 我不知道弟兄 你再读读 如果你把这件事 你读几遍 你慢慢地读 享受地读 你会摸索一个 非常高的东西 非常高的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给我预备了身体 反击和宿罪 是你不喜欢的 那我对你说 神啊 我来了 为了行你的旨意 祭物和礼物 反击和宿罪 一个是连于神的满足的 一个是连于我的奉献的 他现在说 不是外面的东西 祭物献给你 礼物献给你 这个不能满足你 因为什么呢 你要的是我的身体 你要的是我这个人 你要我这个人 被你得着 我可以有很多的祭物 我可以为你做很多的事 我可以做很多 甚至以神为中心 来满足神的事 但是神要问一件事 你做了这么多 你有没有我 你是不是把你自己 给了我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说啊 你在读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然后这样呢 我向着你 无论有多少的奉献 是烦祭呀 是赎祭呀 也不是你喜欢的 那我说什么呢 神啊 我来了 我要行你的旨意 行你的旨意 就是我要和你 完全的一致 所以你注意这里 前面是讲到 什么祭物和礼物 后面是说到 烦祭和赎祭 那前面是讲到 我的身体 后面讲到 我这个身体 是属于你的 我属于你这个身体啊 是为了来行你的旨意的 我属于你这个身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